你好欢迎收看9月2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9月28号是教师节 而吉安相公所为了感谢乡内各校的老师 今天上午在北花莲四奉至圣先师孔子的五谷宫 举办祭孔典礼祭教师表扬活动 也邀请学生一同观礼 期盼让学子们培养真实重道 饮水思源的精神 北花莲唯一敬奉至圣先师孔子的五谷宫 9月28教师节这天 举办祭孔典一季教师节表扬活动 表扬箱内教职等优良人员 26位获奖人包含老师主任还有护理师和司机 感谢他们在少子化时代 承担教育传承的重要使命 总共在吉安相境内 征选了26位的模范教职人员 涵盖了护理人员以及我们的司机 默默地为我们争取每一天的照护平安 跟圆满教职成长的工作 在这里也谢谢教育会 跟着我们一起来铺成这样的一个有意义的活动 希望能够透过教师节表扬 祭拜至圣先师孔子的活动 带给孩子们感恩教育的养成 我们透过了师长带领了孩子来到了这里 我们相信这是一份回馈跟感恩的季节 我们也要透过这样的活动 谢谢很多很多大工无师 而且自愿奉献的老师们 依旧坚持在教职里面为我们来做服务奉献 并祝福大家 并祝福我们的老师教师姐快乐 教职圆满 在商工所和吉安商教育会策划下 活动安排穿车载送商内师生参加祭典 除了表扬优秀教育人员 也邀请纪念代表华联县参加全国语文竞赛的 基优吉安学子与会观礼 此番透过活动表达对教育人员传道授业的敬重 也开启孩子更多感恩学习的机会 接着讲方言吉安商报导